哇,这一集实在是太震撼了 绝对是漫威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故事 对于一个角色或是整个宇宙来说都是如此 奇异博士是漫威最强大的角色之一 不过,这一集终于让我们看到 即使是守护多重宇宙的至尊魔法师的绝对力量 仍然会带来绝对的腐化 这就是假如奇异博士失去挚爱而不是双手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超力方 感谢点净这部影片的你没有错就是你 如果你出来乍到只要点一下订阅就可以加入这个邪教 记得先去看前两集的解析再来看这一集 才看得懂前因后果 第一集不用看了,超级不重要 一样一开始又是观察者的旁白 他表示小小的决定就会造成巨大的涟漪 而这个人的决定将会造成非常奇异的后果 他很奇异 只见奇异博士回到电影开头剧情 正要开跑车去领奖 但是跟电影中不一样的是 他现在车上多了女友Kristine Palmer医生 起初看起来没什么异状 两人充满火花的聊天 说实实,那时快后面的车撞了上来 跑车一样再一次摔下悬崖 这一次Steven Strange毫发无伤 不过却轮到Kristine在这场意外中身亡 原来在这个宇宙中 Strange医生失去的不是她的双手 而是她的挚爱 这里我想先偷偷分享最近的一个传言 据说在奇异博士2中 Rachel McAdams会以漫画中奇异博士的另外一个爱人 魔法师Clea身份现身 在漫画中Clea是Dormammu统治的黑暗次元的正统继承人 也许在电影中就会以Kristine的变体来解释 我还真的蛮乐见这样发展的 或许会跟雷神索尔斯Nanaly Portman变成女雷神一样 让本来没什么戏份的主角爱人变成重要角色 再回到故事 Steven为了带回Kristine在各处寻求答案 最终跟主宇宙一样来到了卡马太极学习秘书 接下来快速浏览我们熟悉的剧情 Steven拿到阿加莫托之眼 击败Dormammu成为至尊魔法师 不过最大的差别是 奇异博士并没有完成自己的角色曲线 而是一心念着Kristine无法放下 意外事后的两周年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奇异博士终于忍不住了 使用时间保时回到事故当天 老王看在眼里决定跑去煮水 只见美丽的Kristine活生生出现在他眼前 两人再次上路 这一次Steven开车极为小心 跟Kristine也比以往更惨开心胸 唉 多么讽刺 我们常认为电影中的角色转变 都是为了戏剧效果 然而现实中我们不也是这样吗 遭遇创伤之后才真正开始审视自己 试图做出改变 如果我当时这样做就好了 人性不就是如此 失去之后才懂得自己曾经拥有什么 真正需要什么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童话故事 Steven尝试走不同的路 一样受到追撞Kristine死亡 干脆放弃典礼不上路 被小混混射杀 直接放Kristine鸽子 他才气暴意外装身亡 仔细听的话可以听得出来 播报这个新闻的 就是当初跟钢铁人有一腿的记者 无论Steven再怎么尝试 都无可避免地走向同一个终点 至爱身亡 就跟2002版的时光机器一样 主角无论回到过去多少次 都无法拯救自己的爱人 这样在绝望之时 故意突然现身 但是表示自己一点都帮不上忙 原来Kristine的死就是 奇异不是一生之中的绝对时间点 这对于我们这些好不容易 离清洛基的时间线规则的人 是一个新的专有名词 简单来说 所谓的绝对时间点 就是一个不可逆 不可更动的定点 因为这事件会完全影响你的人生走向 她的死亡是一个最终的时间 最终的 不改变 呃...不过 之前不是一直说回到过去做出改变 只会造成时间分支吗 到底是这样 没有了Kristine意外死亡这个事件 Steven不会寻求秘书 不会遇到古一 不会成为至尊魔法师 正是因此再怎么强大的魔法师 都无法扭转绝对时间点 即使他真的掌握到够强大的力量 能够扭转整个现实的根基 还是会造成一个巨大的时间悖论 导致宇宙的全面毁灭 Nolan已经开始填醉唇了 但奇异博士不顾古一的劝告 仍然启动时间宝石 古一逼不得已对他发动魔法 画面来到一个神秘的丛林之中 博士看似毫发无伤 眼前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向导的人 引领他到一个古老的堡垒 奇异博士表示他来寻求 传说之中的Cagliostro图书馆 因为他听闻Cagliostro 是一个唯一发现 突破绝对时间点方法的人 Cagliostro当然也就是奇异博士中 最关键的黑魔法书籍作者 反派Casilius当时就抢走了其中一页 才得以召唤Dormammu Steven自己也是读了那本书 才学会怎么操作时间宝石的 另外从奇异博士电影前到漫画中 我们也得知反派Casilius 就是为了得到让自己 欺而起死毁伤的方法 才背叛古一大使 就跟此处的奇异博士非常类似 现在我们才终于得知 原来Cagliostro有一整个图书馆的书 我有个有趣的想法 还记得Wanda幻世之中 反派Agatha用来研究Wanda的混沌 魔法的黑暗之书吗 会不会那本黑暗之书 曾经也是收藏在这个图书馆的馆藏 图书馆员带领博士进入图书馆 你可能会想 这个图书馆员有个不负责任 就这样让任何人进来 不过他有说他的名字是Obein 也就是Cagliostro的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这里就是Cagliostro本人好奇 他能不能找到继承自己能力的人 而在漫画中Cagliostro也是Mordor的祖父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两人长得有那么一点像 奇异博士很快就找到一本 关于操弄时间的书籍 发现其中的秘诀 就是要藉由牺牲其他生物来获得力量 第一个召唤出来的生物 就是第一集曾经出现的跨次元生物 Shomagoras 之前有消息说 他会在奇异博士2出现 现在已经出现两次 看来是更加可以确认了 不过奇异博士完全不是Shomagoras的对手 两三下就被打云 图书馆员警告他 爱不只会让他心碎 甚至有可能毁灭他的思想 想当然而他完全听不见去 开始吸收各种神奇的生物 其中还包含一只龙 在奇异博士吸收龙之后 你不觉得奇异博士造型变得很像 说真的 之前就有不少人点出 为什么奇异博士在蜘蛛人3的预告中 会这么调皮 也许就是因为他是黑暗奇异博士 加上在漫画之中 蜘蛛人也曾请求Mephisto 帮他让全世界忘记他的身份 我认真觉得漫威绝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好事 就是要让我们一直看到Mephisto的暗示 然后一直打我们脸 同时你还记得电影之中Mordo这个角色吧 他在最后的片尾片段因为觉得这个世上太多巫师了 所以就四处夺取其他巫师的能力 这里的吸收法力也可能是在暗示他接下来的发展 同时观察者从头到尾都在旁边默默地监视他装逼 感觉有点手痒 但是最后还是认为这个宇宙的安慰不足以让他冒险插手 奇异博士就这样连续好几天不断地吸收益次元生物 几天变成了几个月 几个月变成了几年 几年变成了好几个世纪 直到他最后终于再度召唤Shomagorath 这次成功吸收了他的能量 成为至尊奇异博士 触手play解锁 同人做主应该知道怎么化了 这时候图书馆员才告诉他 其实他只是半个奇异博士 在这个宇宙中还有另外一个没有黑化的奇异博士 两人合而为一才得以完整 我其实已经搞不懂漫威时间逻辑了 不过就这几集的解读来看 所谓的一个宇宙就是一条时间线的意思 所以说这条时间线分支 还有另外一条有正常奇异博士的时间线分支同时并行 但是之后古一又说 他让一个宇宙出现了两条时间线 算了 我已经暂时先放弃理解了 画面回到了先前奇异博士 在Christine去世两周年纠结的桥段 这边的奇异博士选择放下Christine 但是他一走出门才发现 全世界正在分崩离析 古一再度出现 解释他当初击中黑化奇异博士的法术 目的就是为了让奇异博士分割成两个独立的变体 并表示奇异博士是唯一能够阻止奇异博士的人 就在他与老王做出准备时 地上突然冒出了一个传送门 奇异博士被带到黑化奇异博士的所在地 黑化博士再将两人一起传送到当初失事的时间地点 两人大打出手 这才叫魔法师打架嘛 王达幻世完结篇那个互丢能量球到底是怎样 最后黑化博士成功吸收了正常博士的能量 使尽全力复活Christine 不过漫威居然没有打算要给我们一个快乐结局 整个宇宙开始急速向内崩解 博士使尽全力抵抗 就在这最后一刻 他看到了观察者的身影 求他帮忙拯救Christine 以及整个宇宙 事后自己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不过观察者仍然秉持不插手的原则 只能谴责奇异博士的自大 就这样转身离去 整个宇宙不断压缩 最后化为一片黑暗 只见奇异博士被囚禁在一个球体之中 Christine在他怀里化作无形 一个选择 一个时刻 就这样毁灭了整个宇宙 不过这也绝对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奇异博士 之前在其他预告里就有看到他跟Carter队长谈话了 更是有他跟其他英雄并肩战斗的画面 他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在真人作品里 这个黑暗博士现在已经体验到自己目中无人的下场了 也许在奇异博士2会带来个救赎故事 在紧要关头牺牲自己来拯救正版博士之类的 也许更重要的是 之前Elizabeth Olsen也表示 奇异博士2会是一部真正的恐怖片 也许这一集就是在让我们欠偿这些恐怖元素 这一集绝对是整个漫威宇宙中最悲剧的故事 更十足显现了每个反派都是自己故事中的英雄这句话 讽刺的是奇异博士 这位能够真正操控时间的人 才是最不了解时间以及命运的人 他没有机会像洛基那样面对自己在时间洪流中的渺小 面对自己的自大 在有限的时间之中试图创造自己的命运 只能试图用蛮力对抗无情的时间 掌握力量就是妄想的根源 奇异博士虽然能够操弄时间这个超越一切的力量 然而这种力量却也让他陷入全然的盲目 忽略那些不该被撼动的根基 就如沙丘的主角Paul 握有预知能力 看到人民在自己带领之下会发动死伤惨重的圣战 竭尽一生阻止这件事发生 却反而助长了这样的结果 超级英雄故事一直会被称为幻想 不只是因为其中充斥着神奇的能力与科技 而是因为这些英雄角色 似乎永远都秉持着绝对的正义 永远不用担心他们的能力会造成更多伤害 但是这一集提醒我们 权力以及力量往往是个无底洞 而再怎么高尚的英雄都有可能跌入神源 尤其时间是采过一切的无情力量 但是也正是有了时间的限制 一切才能产生意义 即使在我们的世界上 咳咳咳 死亡是一部分的 正因为奇异博士忽略了这样的限制 才导致一切失去意义 造成全然的毁灭 我们必须面对黑暗的可能性 洛基说的那番话 可能是个苦涉的事实 给你无限的力量 确保你有绝对的自由意志 真的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吗 下礼拜同一时间进行锁定下一集的解析 也去看看昨天刚做的沙丘深度世界介绍 我是超力方 我们下部影片见